Xperia V呢,裡面還有一個叫智慧連結的一個模式 這個智慧連結進去呢,它的選單簡單來講 它就跟以前的,包括說記音,或者是飛航,或者是戶外,這種模式類似 但更近近的是,它可以跟NFC做一個自動的連動 當你跟指定的NFC Tag,只要碰了一下 它變自動切換,不包括說它會不會自動開啟一個音樂播放 然後它的藍牙,配對,還有它的Wi-Fi的存取點 都可以被存在這個世界裡面 現在我們來看,如何運用NFC以及智慧連結做一個新裝置的配對 無線滑鼠,所以現在用無線滑鼠來操控手機的功能 現在在試而已 GPS加入了 GPS加入了 GPS加入一方式 GPS加入一方式 GPS出現ике GPS放一邊 GPS吸收 GPS入面滑鼠 就是這次有可能 GPS加入一個鮨滑鼠 GPS加入一方式 GPS加入一半 GPS逃出 鞋子主要做哪個球,有了一段時間的 我們有一隻手按,鞋子就用一隻手按 二隻手按,有了一隻手按凍 紙幣 寫的 Long 尺寸 KORO ick KORO XO KORO LESS K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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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上台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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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四個三號 直接進去 看這看他在盡 他說這裡 他在盡量 帶我比較快 他在盡量 他在盡量 拉到盡量 情侶 對 應該必須要裝超出音 可以裝超出音 超出音缺就可以 藍牙真感受得到 所以這耳機喇叭都是 他要跟手機配對的時候 他不需要說 我還要進去手機去設定藍牙然後配對 我可以直接碰一下 他自己開藍牙自動跟你要配對的裝飾聯繫 然後就可以開始 好了他會說感謝你 然後就可以開放音樂 可以找音樂播放器來看一下 這邊音量可以再開大一點 因為手機的音量也有影響 所以他這個有獨立的音量還是都是從手機去遙控的 兩個都有 就是你這邊開大聲一點 然後這裡還可以再開大聲一點 然後這裡還可以再開大聲一點 然後很容易選擇 他們如果是和他也可以在開大聲心 然後有一點點 會比較明顯 如果聽音樂公司 他會調整 昨天有參加排隊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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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配音叫聲 或者說你的那個 管機可以做 這是會推起的事嗎 是因為它會震動 其實可以有的配音叫聲 所以我現在馬上把耳機碰一下 然後它就從這個音響轉到耳機上面 然後它就從這個音響轉到耳機上面 對 這邊應該是說 你只要動MFC就可以出到這樣 這邊有獨立的聲音大小嗎 還是從這邊控制的 都可以 喔這裡有 所以現在你轉這樣 只要碰一下就可以從喇叭轉到耳機來 可以啊可以啊 從外面 原本戴耳機的 然後一回家之後 對 閉一下之後就可以切換 然後出去馬上再換耳機就可以出去了 就不需要再一個一個操 就不需要再分別說 這個裝置還要先切斷 然後 還要再連結 我就直接一碰就 設定完成 嗯這樣子過去啊 所以說我現在 我也可以說用它的那個DLNA的功能 然後無線播放其他裝置的音樂 然後藉由這種 喇叭或是藍牙 或是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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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藍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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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我的檔案不是在這台 我的檔案是在 另一台的手機裡 然後我是 從它去讀取 那台手機的音樂 然後利用 藍牙 或是利用電視 去播放 去播放 OK嗎 去抓另外一支手機 對 他抓第一支手機的音樂或影片 嗯 你是說是用那個Wi-Fi的方向 對Wi-Fi的方向 對對對 對 可以 可以喔 他先用DLNA的方式 先建立成一個網 所以他就去另外一個 然後這種NFC的方式 就是上次型的方式 嗯好